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认不认可 特别这种事 有的比如车祸住了一会儿 他虽然没那个 但是晚上觉得做噩梦啊 他的神情还是有点紧张啊 还是比较紧张的 我相信肯定是肯定是会对这个人的这个心理产生很大的这个冲击 我相信不论这个事怎么发生的啊 那这确实是这种这种这种外伤也好啊 这个整个事件也好 不管是真相是啥 但是对心理的冲击和这个这个状态 他一定是一定是会有的 而且当时最最早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对个人 对一个政治人物本身的他这些一系列 比如说态度上面 或者说他这个心理上面肯定会有所冲击 但是能产生什么效果咱不知道 或者说他这个内心究竟是非常强大 还是说容易受到干扰的这样的人 那不得而知啊 但是冲击的效果肯定会有 尤其是也已经这个年纪了嘛 所以肯定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 生理上的这种反应 就像你说的那略显疲态这种那也很正常 关于川普选的这个副总统这个人选 你能不能点评一下 分享一下 嗯 我也同意 虽然这个人不是特别了解 今天晚上听直播 就听你大概介绍他的整个这个背景和 他的这个状态 你感觉是肯定是一个 执行能力非常强的这么样一个人 就是能力上肯定比较强 但是政治上呢 属于比较比较初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人 另外就是说他非少数族裔啊 对这个川普选情 当然可能不会有这个 种族上面这种这种很多的帮助 但是这个 他之前的这种偏 咱们也不能说极端吧 就是比较偏右的这种态度 我是觉得 就像你分析他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对政治的这种不成熟 或者说对全局的这种缺乏了解 因为你再是议员也好 你管的也是你的那个州啊 或者说你周边的这种民生的这种问题 但是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个 这个国家地缘政治这个层面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胜选这个组合 他能不能有所转向 就是说他实际的这个画像啊 或者说他的这个叫什么光谱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也只能等到这个最后出来结果以后 如果他们真的当政的话 才能看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但是现在看来 他之前的这个态度其实是比较 可以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他比较幼稚 就站在他的那个美国国内利益的这种立场上 讲的那些话 但是就像我分析的这个事情 他他这都不是孤立时间 他不是说你把关了这个乌克兰的水龙头 你的美国流流流流流流进来的这个资金也好啊 或者实力也好 他就会流到你国内 他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是你一旦我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说 你一旦退让邪恶是不容你这个机会的 就是他那他对他们来讲 那就是胜利他一定会推进 所以你你原本这个有有有巨人之千里之外 这样的防线和盟友 如果你一旦放弃这些事情的话 他的推进速度是不会给你任何的这个 就是说你建立第二防线去去跟他抗衡的这个 这种机会其实是没有的 如果你丢失了这个 在欧洲的这种防线和盟友的话 那对于中俄来讲 那其实就是欧洲沦陷 然后这个国际秩序不复存在 这个这个强权上风嘛 谁有枪谁能打赢谁说了算 就是这种翻转是会极其剧烈的 所以说我但愿他们能有有这样的这个意识 或者说能能有这样的视角去 当然非常不愿意相信他们明知明知故犯 但是如果他是不知道的话 我希望他们能在这个如果真的当政的话 能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这样的危险和这个这个利益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难理解的事情 但是你说他当年作为这个参议员也好 即便是参议员 他代表的也是他的这个州的利益 所以跟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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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级大国的这种领导人 这中间的这个政治经历的这种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 我是觉得对这件事情还是捏把汗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如果真的当政能不能有很快的这样的这个这个理解的能力 这里头今天我们想说你看这个他任命之前欧尔班 是吧欧尔班到了俄罗斯 然后接着又到了这个北京 然后再又来到了啊 川普这里 就是欧尔班 跟这个万斯啊 关系也很好 说关系也很好啊 这里头 这就有点冥想了是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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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川普来说他可选择的人很多啊 嗯 明白吧 说实话 他这个 如果要选钱的话 那只有唯一说 知道吗 这个给的钱比别的任何的多多 知道吧 啊 说实话他这个没很难解释 说实话 嗯 你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 我理解你的意思 我也能明白 就是说 那么多人选的情况下 哪个因素最重要 搁谁想都知道是钱最重要 这个是肯定的 就是 我去选一个少数数 所以在选票上对我有所影响 那这个这个你说这个这件事情比钱重要吗 那当然不了 我的这个整个竞选活动啊 这个这个投入的这个媒体的数量啊 那如果跟这件事情比起来 那当然还是钱重要 有钱能是鬼推磨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说 咱就不是特别明说 但是为什么非得选 我相信这个资金的因素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是我也有这种感觉 路哥 是吧 你也有这种感觉 呃 还有啊 今天 这个 你觉得 川普的这 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状态啊 我感觉好像那个 除了这个疲惫这块感觉好像 这眼神这块 还是好像 还是有点 有点问题啊 这个状态和之前 那种 啊感觉好像 呃 你说有点麻醉之后的那个磕了药的状态 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麻醉 就是感觉好像 眼睛有点发出了那种感觉 就是没这么 以前那种 那种眼睛就是很很 这个 攻击性很强啊 就是以前 锐 锐气受挫的那种感觉 是吧 对对对对 有点你感觉没有啊 你感觉 我没太看到过这段视频 但是我 嗯 咱分析他为啥 一方面是这个事件引起了这个生理上的这种感觉 但是 也有可能比如说深层上的 这个事件上的 对他心理上的产生的影响 就是 比如说这个这个 他真的受到了这个生命危险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当然会放入考量 对吧 也会 确实会被吓到 不管是谁 这个 一定会造成相当强的这个心理压力 毕竟是 生死有关的事 对吧 其他事情呢 那那都是次要的 这个 这个 那甭管你有什么政治报复 或者说 其他目的的话 那在生死有关的这个这个关口 那当然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 咱也 去观察他这个这个这种表现 当然 怎么说呢 挺 也也算是正常 就是 你要搁我折腾这么一圈下来 这个这个 我也不可能很很轻易的入睡啊 或者说这这这个这个这几十个小时下来 那也会非常疲惫 但是 这里边多少的因素是来自于他真正感受到的心理压力 这个咱不知道 可能有吧 对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 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 啊 所以这个 美国这个选情啊 怎么就跟他总决赛一样 不到最后一秒钟 谁都不知道谁会赢 是不是这感觉啊 啊 对 千万不能过早的激动啊 过早的激动可能 先赢为止是吧 后印才是钱啊 是不是逻辑啊 最终还是会受到这个 最终的实力的之间我们也说过就是 美国总统他作为 作为政治代言人 他他他 我们不不管那个叫Deep State 但是背后那就是很多力量的集合 这是百分之百有的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此小彼岔 或者这个这个你说较量也好啊 站也好 当然肯定还是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等等看 然后 重要观点就是说 他表现出来的 尤其比如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乌尔班 还在这走跳 我操这个有点有点过于明显 这个事情 过于明显啊 是吧 是啊 这个就是太 怎么还能走跳到这个程度 又印证了我们说的 就是美国还是还是挺被动 就是还还能 当然了 那那民主民主事件的这个 你现在也没也不可能把这个 乌尔班就因为他的这个 国内从政的这种政治局势 就给他定了定个什么性 既然没有呢 他当然还有这个机会走跳 但是那谁都知道 他是代表的啥 对吧 这个就就相当明显 嗯 相当明显啊 啊 是的啊 所以这个 继续观望吧 继续观望 说不定这里头 啊 这个是美国政治 他这个说实话最终啊 就是看谁 啊 是考虑的私利更少 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但凡啊 在这方面 过多考虑这种私利啊 最终干嘛 都是输家 是吧 都是输家 嗯 嗯 嗯 对 所以啊 所以啊 很多事啊 很多事 这个 都还不到最后一刻 啊 都不好说 嗯 嗯 千万不能 过早的 就下结论 啊 过早的 就觉得好像 啊 这个 这囊中之物了 都已经是 百分之百 淫定了那种 嗯 啊 所以啊 这个美国的历史很多 很多这样的事 这个跟总决赛一样啊 有意思 好 咱们这几 你要不要再最后再分享一下 再补充一下 嗯嗯 就有一个感触 他这个舞台能摆成这样 这个较量能激烈到这个程度 你还 我还是非常相信 他是一个 一个一个自然状态 就像这个草原上面去追逐的这些野兽一样 他他不跟中共那个 邪恶轴心的那种独裁体制 即便是这样 他也他也不是一个维度 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咱们景观即便 不得 好的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结束 不要了点赞分享 再见